圆顺帝迷恋双修之法,下令元朝女人被和尚开红,才能嫁人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在中国历史上,有过很多的朝代,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。 今天我们讲的是关于元朝的一个风俗习惯,这个风俗非常的奇葩,就是女子在嫁给丈夫之前,必须陪和尚在一起过一夜,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规定呢? 元朝这一习俗让男人受不了,老婆嫁给自己钱必须先跟和尚过夜,在忽必烈打败南宋入主中原后。 他保留了很多蒙古族特有的文化习惯,汉文化对他们影响不大,当时,在蒙古族有很多的禁忌,比如客人来到家里的时候,要让老人先入座,再给客人倒茶的时候,是不能有左手的,而且也不能倒满,吃到烫嘴是热菜,是不能用嘴吹的,也不能在饭后伸懒腰。 因为这是被客人的不敬,上面的这些风俗习惯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,但是在蒙古还有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风俗,就是女子在嫁给丈夫之前,必须要到寺庙中陪和尚过一夜,这样的习惯相信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接受。 但是在蒙古却很常见,而且在忽必烈打下中原后,这种习俗也被延续下来,那么他为何不取消呢? 原来,忽必烈在位期间,对佛教是很推崇的,他曾经对一个和尚非常的信任,这个和尚却是一个人面兽心的人,他叫杨脸真家。 在忽必烈让他负责江南的佛教事务后,他的本性就露了出来,不仅祸害这里的百姓,而且看到漂亮的女子都会去强占。 后来,皇帝给了和尚更大的权力,连朝廷的很多官员也不敢招惹他们,而有的皇帝甚至连自己的妃子都给了这些和尚,为了的是获得佛祖的保佑。 当时,女性被和尚们认为身上是不干净的,所以她们必须要经过和尚的洗礼,方式就是陪和尚过夜,实际上这都是和尚们想的歪理邪说,他们为的是满足自己的私欲。 而这些女子在陪和尚过夜后,发现自己的真结已经失去了,感到非常的耻辱,但是因为和尚的势力,不敢跟别人说,和尚也就更肆无忌惮了。 以至后来出现了一个十分龌龊的,史上闻所未闻的元朝律法,凡是元朝的女子到了出嫁的年龄,不论美丑高矮,都要先让和尚睡一下。 叫做开红,只有等到和尚开了红,才可以回家完婚,不仅如此,元顺帝时常与母舅老的杀鸡兄弟八郎太子等众多男女裸聚一室,君臣共睡一床,同盖一辈,使王室成为名副其实的春宫,元顺帝在,宫中声色全马,放浪行孩,甚至还找来西域的和尚,向其学防中树,这哪是皇帝该有的样子。 资料记载,元顺帝还公然让公祭表演著名的表演著名的《十六天魔舞》,其表演的就是误会不堪的内容,利用人性的弱点。 这些和尚越发肆无忌惮,元顺帝也坚信他能达到修法的目的。 除了让和尚肆意玷污女子之外,元顺帝为了保护和尚的权益,特意下令寺官道院的和尚可以免除差异赴税,在元顺帝的保护下,元朝和尚可谓是进入了上流社会,嚣张跋扈与日俱增。 但这些和尚越发肆无忌惮,元顺帝不仅没有达到修法的目的,元朝也面临着起义军的威胁。 更过分的是,当时的密宗教和尚竟敢以开光为由,多次公开闯入民宅监屋妇女。 元朝廷竟不管不问,纵容这些无耻行为,看来元朝的存在时间短,还是有道理的。 元朝重信佛教,从开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。 元氏祖呼碧烈曾命恶僧杨脸真家总统江南侍教, 他竟然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,更有甚者。 当时的西藩和尚竟敢公开入民宅监屋妇女,泰定两年,西台玉石李昌岩, 曾经平良府,静,惠,定西等周,见西藩僧配金字元服, 络绎道徒,持其类百,传设至不能容,则甲管民社, 因破竹男子,监屋女妇。 为什么元朝和尚有如此千夫所指的可恶行径? 这当然是元代朝廷重信宗教,纵容藩僧的结果, 在元来宋、金管辖的地区,都曾产生了大批的僧侣地主。 僧道的上层,占有田地出租或一使下级僧道耕作, 元朝统一后,僧侣地主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 元朝以土著撒迦派的佛教领袖世代为帝师, 总领全国的佛教,喇嘛僧人,即所谓藩僧婴儿或有种种特权, 因此,当时藏传佛教在元朝上层社会非常流行, 其中就有以性欲为修道之法。 元顺帝就利用女性为修法伴侣, 借助男女双修等性欲行为来达到修法的目的。 自己享乐不如与众人同乐, 元顺帝时常与母就老的杀鸡兄弟八郎太子等众多男女裸居一事。 君臣共睡一床,同盖一辈, 使王室成为名副其实的春宫, 元顺帝在宫中声色全满, 放浪行骸,更有甚者, 还找来西域的和尚, 向其学习房中术演蝶儿法, 通过学习家实践, 其床上功夫果然大增。 后来他的媚婿又给他介绍了会双修法的和尚, 所谓双修, 就是性生活时的不同姿势和身位的练习。 为此, 他召入良家女子宫自己实习, 日日在宫中迎戏作乐, 最让他龙心大悦的是与群臣谢霞, 男女裸处一处, 君臣不必, 光着屁股在一个房间里玩呢。 既不分姓氏级别, 也不讲尊卑掌幼, 大家一起玩, 是名副其实的君臣同乐, 成了当时特殊的淫乱俱乐部, 姻缘顺帝的示范作用, 当时后宫中的女人也都很淫乱, 不少嫔妃与和尚坚肃一处, 有的刚刚被选进宫中的嘉丽, 也要先陪和尚睡觉, 以至后来出现了一个十分龌龊的, 史上闻所未闻的元朝律法, 凡是元朝的女子到了出嫁的年龄, 不论美丑高矮都要先让和尚睡一下, 叫做开红, 只有等到和尚开了红, 才可以回家完婚。 享乐的时日总是过得特别快, 公元1368年, 起义军朱元璋与易建峰, 在应天, 及今天的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, 并登基作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, 当他派遣的北伐军以破竹之势逼近大都之时, 元顺帝不得不率三宫后妃, 以及大批官换部署向漠北逃去, 然而, 元顺帝匆忙撤离时, 虽然将后宫嘉丽带走了十之八九, 但还是遗留下五百余人, 他们全部落入明朝军队之手。 朱元璋对元顺帝的所作所为声务痛绝, 他下令将这些宫女放出宫给予配偶。 其中一个高丽女子还被遣送回国, 那么元朝的后宫中为什么会有高丽女子呢? 那是因为在元朝, 王室与高丽联姻成立一种风气, 而到了元朝末年, 京师达官贵人, 必得高丽女子而为快。 高丽女子性格婉媚, 多极专宠于一身, 元顺帝就立一位叫骑士的高丽女子为皇后, 并立她的儿子爱由石里达腊为皇太子。 此前, 元顺帝先立达纳施礼为皇后, 达纳施礼骄横多度, 经常鞭打后宫的嫔妃, 骑士进宫之初, 专门负责为元顺帝主查, 他美貌惊人, 元顺帝对其十分迷恋。 达纳施礼知道后, 召来骑士, 用鞭子将其打得遍体鳞伤, 在达纳施礼死后, 骑士专宠后宫, 他在自己的母国高丽选取大量美女, 送给朝廷中的重臣, 以此笼络人心。 元顺帝带着诸多后宫家力离开大都, 京居庸关陶道上都及今天的内蒙古多伦一带, 众所周知, 元朝实行两都制, 一个是大都, 另一个就是上都, 上都位于塞外的蒙古草原, 历来是原地的下宫, 城里有用蒙古包制城的宫殿, 专供贵族宴乐。 不过, 上都曾经在十年前被起义军焚毁过, 昔日的宫阙早就变成了一片颓圆败瓦。 攻克大都之后, 明军并没有立即出赛对元顺帝展开大规模追击, 因此, 北迁的元朝小朝廷能够在上都平安地待上大半年时间, 不久, 元朝官场不甘寂寞, 又开始争相购买高丽婢女, 完全固态赴盟了。 公元1369年, 由明军左副将军常遇春帅步兵八万, 骑兵一万自北平出赛, 先后于景川、 全宁、 大兴州等地击败元军, 攻克上都, 元顺帝不得不匆忙向北撤走。 公元1370年, 颠沛流离的元顺帝在上都以北的硬昌, 及今天的内蒙古克什克腾奇一代患上利己而病死。 十年五十一岁, 元朝也带着他那奇葩的律法, 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上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 这里是真正历史, 关注我, 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